繼續開會 繼續請今天第二位質詢 李議員博弈質詢 李議員請發言 主席我的總質詢時間 會由我們黨團來共用 這個確認 請開始發言 各位市民朋友 在這邊博弈 在今年度的第二次總質詢 問不到市長 我跟市民朋友報告 為什麼我問不到市長 他決定要去參選總統之前 大家在意測 他會不會用總質詢的時間 把民進黨籍的議員一一撂倒 展現他的口才 來作為他反攻 作為他民調低迷的一個反彈的跳板 結果呢 沒有 因為他在議會辦的 預算說明報告的時候 一句高敏寧議員我問你 挖石油誰說的 讓他民調跌到谷底 讓他的團隊 更確定 和市長 你不能再來市議會 靠分喔 所以高雄市議會 弄了一個原則 把市長市政報告 改成抽籤質詢 在場很多議員都沒有辦法問到 市長 包含我 所以 昨天 市政府要正式交付 一千六百四十五億 從縣市合併以來 最大額度的總預算 進市議會的時候 市長當然也沒來 我們很遺憾 我們以為 他會光明正大的 面對高雄市議會的監督 跟全國的民眾 報告他施政多有感 預算編得多好 但是他沒有 他選擇逃避 他選擇 跑去桃園 兩蔣 葉林 很清楚 在他心中的排序 高雄市民排在哪裡 不要說高雄市議會了 我在這邊也要反駁剛剛 黃柏林市議員講的 我先介紹一下 黃柏林市議員 去年也跟韓國瑜市長一樣 剛剛高票當選三明區市議員 現在 他也正在參選三明區的立法委員 他說的 退回總預算 昨天民進黨團沒有人要求退回總預算 我們只要求 韓國瑜市長 親自來議會交付預算 這個是所有 每一任市長 包含代理市長的慣例 他做不到 他在兩蔣葉林 他做不到 我們沒有要求退回預算 我們要求韓國瑜市長 親自來交付預算 或者 等他寒假放完1月11的時候 再來議會 再來審預算 民進黨團很清楚的要求 沒有人要求退回預算 請黃柏林不要混淆視聽 黃柏林還說 高雄市前七年的減債 他幫忙的400億 笑死人 民國100年 縣市合併的時候 中央馬政府執政 少給高雄市政府超過300億的預算 由高雄市政府自己編預算 由高雄市政府自己編預算承擔 而且還每年減列10億的負債 過去七年來每年減列10億 黃柏林說他的功勞 那我請問現在的市府團隊呢 去年跟今年 只少1億 為什麼韓國瑜不來報告 為什麼韓國瑜不來面對高雄市議會 所以 昨天 我們市議會黨團 我們人少數 我們用意識杯葛的方式 我們包圍主席台 沒想到 多數的國民黨籍議員 他不只多數 他還用暴力 我們今天也準備了很多 他們暴力的影像 本來我今天要請問韓國瑜市長的 高雄最重要的產業結構 高雄最重要的橋頭科學園區 高雄最重要的新材料科學園區 高雄最重要發展的 好幾年上來的博二跟流行音樂中心的卵實力 我要跟他討論整個高雄產業的配置 他無心 他沒有辦法來 所以 我們今天很發 非常嚴厲的譴責 韓國瑜 落跑市長 也譴責 落跑議員 去年剛當選 今年 又要參選立委 都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準備了很多 昨天 國民黨籍暴力的影像 現在 我們要一一的播放影像 我們也要向高雄市民 我們也要向全國的民眾 讓國民黨知道 不只落跑市長欺人太盛 整個國民黨受到指揮欺人太盛 我要進行靜坐 黨團同仁會幫我們說明昨天暴力影像 好 好 我想 我想应该昨天我们的我们主席副议长应该也也在其中 可能有些事情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现状 昨天民进党是少数 但是霸占主席台是一种我们行使少数要表达人民意志的一个合理的行为 那现场呢我们一直在非常的疑惑 今天民进党也曾经执政过 我们都轮政过 我们也多数过 我们多数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使用暴力攻击国民党女性的方式来取得执政的预算 我们都透过政党协商 但是我不知道国民党团执政之后 多数之后会用暴力的方式来取代 议会的政党协商的运作 昨天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请总召去跟国民党团要求过 做过我们不是要阻止他的预算 我们只要求韩市长一千四百六十五的议算 一千四百六十五亿的议算 要来宋议会一概要行使他的政治责任 来向高雄市民报告 结果韩市长拒绝 所以我们看到现场图 我们感到最痛苦最难过的是 要在这里严重的谴责 国民党团的议员 男性的刘德林 刘德林用她的手背 抠住现在正在医院疗养脑震荡的林婉容议员 林婉容议员我们是女性 所以我们现在看影片好 我们可以现在看到 这是从媒体节目下来的影片 刘德林的议员他是勒着林婉容议员的脖子 这是他他看到他脸上有血 是在被曾俊杰的议员推倒 撞到桌角以后才流血的 刘德林的议员 你们真的对吗 你看到曾俊杰的议员 压着郑梦如黄杰 用这种极劲暴力的手段 对待女性的议员 我们在议事厅里面 都会有一个原则 和一个默契 男性的议员都不会去碰女性的议员 但是 你们看到刚刚刘德林的议员一手 把林婉容议员 推开 推到地板上 之后 林婉容议员 就撞到头 开始出现 晕眩的状况 宋医 到目前 还留院观察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三个国民党议员 压着李博弈 江瑞宏议员 要去救他 你们看到发现 刘德林的议员 拉着江瑞宏议员的手 结果是谁 是曾俊杰 把刘德林推到 去撞桌角 我们看到曾俊杰议员 大力的推挤 让刘德林 撞到左脚 所以德林议员 我希望你早日康复 但是 我帮你找到凶手了 是曾俊杰议员 好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影片 影片会说话 我们昨天 都是 用身体 在保护高雄市民的权益 昨天动漲警察权之后 有没有看到 我想再次的强调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第一片 就是那个 林婉容议员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的右边有 第二片 勾住那个 林婉容议员的脖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片的后面再看一次 我们再往前放一点点 你们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曾俊杰议员 冲 是不是整片往前放 好不好 不好 从头开始 我们先看到 画面的中间 林婉容议员 被刘德林议员 扣住脖子 然后他试图要摆脱 但是刘德林议员 不放过林婉容议员 开始一直拉着他的脖子 然后呢 接着他整个人 要把他拖出去 大家准备看 那时候林婉容议员 已经觉得脖子很不舒服了 然后一直 干他拐子 然后呢 接着婉容议员 已经受不了 接着想要对我动手 接着你们 大家看 我就被这样推挤 一直打 我从舞台的右边 摔出去了 接着我们等一下又看到 我立刻回到舞台前 想要拉开曾俊杰议员 因为他准备又要对 郑孟如议员施暴 我一直努力要去拉开 我们慢动作 大家再看一次 林婉容议员跌倒 我从跌倒之后 再次回到主席台上 林婉容议员 跌倒 非常大 蹦的一声 我们在冲突当中都听到了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高雄市议会 今天在国民党多数 还动用肢体暴力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径 我想请高雄市民 跟全国人民 睁大眼睛看清楚 暴力的政党是国民党 动手打人的是国民党 像流氓一样的是国民党 我想这些 要让高雄市民看清楚 第二个 我们再看刚刚那一片 就是要动用警察权 大家可以看到远景已经来到主席台前 我郑梦如 陈惠文议员 开始被我们的警察同仁 想办法要把我们拖走 抓住我们的腰椎 抓住我们的腰部 就开始一直要把我们拖走 这个画面非常清楚 我们自行抵抗 就是要捍卫我们高雄 捍卫我们台湾所建立起来的 行政立法互相尊重 还有审议预算 还有我们在议事里面的民主程序 我想非常清楚的是 刚刚我们的画面里面全部都看到 打人的是国民党 动用暴力的是国民党 然后说 暴力政党是别人 然后说 动用暴力的是其他的政党 我想所有的高雄市民 跟全国人民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我要再次的强调 中华民国的政治史上 包括王金平院长 担任立法院长数十年 甚至在爆发太阳花事件 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学生们和平占领立法院的议长 王金平院长 直到他日前最后一次在立法院咨询 他都再次的强调 他一生担任立法院的议长 立法院长 他不曾动用警察权 但是我们却在昨天的高雄市议会看到 高雄市议会已经变成一个黑道的议会 变成一个流氓的议会 变成一个暴力打人的议会 变成一个不容许其他意见的议会 变成一个史上 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动用警察权的议会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的 时间请暂停 我们高议员请暂停一下 那个依照我们议事规则第43条 我们发言人应在席次 或是在发言台为次之 那你们刚刚民进党团已经适度的让你们表达你们的意见了 是不是请你们回到你们的座位来发言 是不是 那我们时间再重新开始 请你们回到你们的座位发言 来请那个影像 还没有播的再继续播给媒体朋友看 我们就坐在这里 那你们要发言吗 我就坐在这边不要说话 时间继续 你们这对吗 哎 你们哎 你们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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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哎 哎 哎 每一位的藝人都申請負民意 請你們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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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們也應該都適度表達了你們的意見 請你們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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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沒有一個人都申破名義 我早知道 現在還有一個人 對決定 挑戰 接下來 香港的同時 反攻 拉扯兼民进党的林副宝 用力一推 整个连环倒 蓝绿议员摔成一团 激烈拉扯中 刘德廷的头撞到了桌子 我们也要让高雄的市民知道 高雄市议会 从来政党轮替 都没有这样的现象 林副宝议员 也被同区的议员过肩酸 以博弈议员议员 被国民党籍压住 三个叠床压住 然后刘德廷议员的伤 是曾俊杰议员 因为在争议当中 造成的 后来就是我们的台前 林郑孟议员 我们多位的女性议员 在现场 是我们都是要表达什么 高雄市议会 民进党少数 那少数的过程当中 革命党多数 就要有包容 要来党团协商 过程当中 我们有提出意见 也请总召 跟我们的副议长 当时你是当主席 也曾经提出说 我们并不是要对预算 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只是要求 1465亿创历史记录的预算 也是我们韩市长 第一个首度属于他自己政治责任的预算 来一试听 向高雄市民说明 说明之后 我们就进行交付 让给各主去讨论 这是一个符合民主审查预算的机制 可是 我们的韩市长 愿意跟AIT 一个小时消假 去讨论他要不要去美国 他不愿意用一个小时 来消假 列席议会 报告 他1465预算 要用到什么样的方向 他当时 当选之前 跟高雄市民两位 交出了一票 我要怎么做 他当然要来议事厅列席说明 说明之后 这样的是表示什么 是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 对人民要负责的态度 主席 那是一种态度而已 态度对高雄市民的要求 市长的态度有这么样的奢侈吗 一个市长 选完总统选举之后 再来列席议会 高雄市委会的民进党团 有耐心 等韩市长 1月11号选完总统之后 回到意思篇 来报告进行审议说 我们包容到这种程度 我们谦虚小党啊 我们谦虚到这种适度 国民党团多数 拒绝协商 我必须让高雄市民知道过程 我们卑微的请求 韩市长为什么会这样的强势态度 因为他看不起高雄市议会 因为高雄市议会的国民党团 就是盖章来护航韩市长 没错 同党护航 我们都可以接受 港党也你护航韩市长正常 你共同党护航韩市长正常的 但是呢 你护航的过程当中 要对高雄市民典施态度吗 让这个态度要做吗 要啊 难道国民党团的议员 连韩国务 要来列式议会 报告1465月的演义队 他会奉用在这里 一点点 国民党团就要暗地暴毙吗 国民党团议员你们不选了吗 你们下次还要选议长的 选议事议员的 这个都是历史的见证 不会被谋灭的 今天为什么我们认为 我们的叶匡时代理市长 不能够来承担 代理韩市长做报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叶匡时市长 他是政务官 代理而已 代理人而已 韩市长没有辞职 今天如果韩市长辞职了 派叶匡时市长来做代理市长 我们民进党团没有理由 拒绝他报告 可是当时竞选的时候 是韩国瑜市长 1465亿代表了韩国瑜市长 不是叶匡时副市长的 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即便叶副市长你要承担 你都没有资格理由 跟责任来承担 因为当时不是你在参选 懂得这个 这叫政治责任吗 民进党只在这个样子的态度上 做这样的要求 你们国民党团 还不知道议事厅的民主 殿堂要怎么样行使运作 你们即便护航 都不可以用这样的暴力的 粗暴的流氓手段 你不知道看起来是什么 这是一个黑党的行为 国民党团是要这样吗 你倒数党 就是后面表冠你也会赢 但是这个贵庭 贵律你没地贵 你是主席 今天你坐上这个位置 你要有政党协商的能力 这么这么赢 我们有政党协商 黄奥林议员 是协商内容 大家没有共识 不是没有协商 所以主席 有代意义总是协商 协商不是你们提出的意见 我们就要同意你 你们告诉你们 我们当明年一月 总统选完韩市长要选总统 我插你高雄市啊 我插你高雄市要怎么 我到你们家的事情 我给你选总统做总统而已 我们不担心 共同团不能跟我们民进党以前一样 我告诉你们啦 叶居然当代理市长的时候 李乔鲁在议事厅碑格的 我让民进党执政的议算 都没有办法审 而且是留到下一次议会 留到黄候选人跟我们的 黄俊英跟陈菊进选 我也不知道谁会当选吗 我说要求 即便是民进党执政的 叶居然代理市长 你们忘了吗 我在议事厅碑格的 蔡建建当议长 我在这里清点清点 我不同意他审 我民进党出政了 我在议事厅碑格 给他不能选 所以我可以担心在这里 跟你们国民党同意说 我是无分国民共民政党的 我在议会怎么做 我们都是为高兴市民 有上议会十一也是可以选 是怎么不能选 我们当韩市长 双丸了心情比较好 比较轻松 好好善尽你的责任 列席议会 这有这么奢侈吗 你参选的责任就在这里 你们是要审议算还是要审韩国语 谢谢 拜托啦 现在是咨询时间啦 我也拜托你们不要直接 现在在咨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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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受伤了啊 大家都受伤啦 我全心都疼啦 我跟高兴市民 你一天你还跳到我们一笔议员的身上去 我把他锁喉了 你都没有看到画面 你只播出你一样的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要锁喉了 我们谁锁喉过谁 我们就锁喉过谁 我们就锁喉国民党议员啦 我刚刚被陆鼠美副议长所打断的一样 历史会还今天跟昨天 议场的现场一个公道 包括刚刚所讲动用警察权动用暴力 肢体暴力 是谁先开始打 然后你们自己被国民党的人 被自己国民党的议员弄伤 也要怪罪到民进党的头上 我想这些画面 让大家看清楚 说明白 也不必在这边现场 再跟陆副议长来做争论 同样动用警察权 历史会给王金平院长一个 很好的评价 至于陆副议长 我想就让社会大众高雄市民来公平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直来看影片 让大家看清楚说明白 我要跟高雄市民讲 昨天这一场的争议 是因为韩国瑜市长 吴列席议会做报告 他的1465亿造成的 然后也因为国民党团拒绝协商 不愿意这个预算 让韩国瑜市长列席 来让高雄民了解 他到底是这个方向在哪里造成的 今天 如果是很简单 一点钟 韩市长来来吃 消账 没问题 拒绝政党协商 他以前我们的管理 我们也是接种 也是不安的 当选举结束 我们才来好好心目算 所以呢 我必须在这里向高雄市民知道 争议的主軸 是韩市长本身问题 是国民党在处理议事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当时我从台上 被朱信强议员 宋利斌议员 一脚拖下来甩到地上 再看画面的左上角 曾俊杰议员快步冲下来 补了我一拳 我们看到这画面 我们用身体 在互助高雄市民的权益 我们希望 韩国瑜市长来面对议会 面对他第一本编列 1465亿的预算 对高雄市民负责 我们用身体 保护住高雄 韩国瑜市长 因为他个人权利欲 牺牲高雄 国民党的议员 为了 保护韩国瑜市长 个人的利益 还不是你们 每个议员 获得的利益哦 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暴力的手段 快速冲向前 一拳往我脸上打下去 当下我不知道谁打的 我爬起来说 到底谁打我 果然 影片会说话 证据会说话 这就是我们遭遇的 在议会里面 我们行使我们权益 却遇到了暴力对待 我们当然 同情副议长 我希望你早日康复 可是 这不是你的责任 这是韩国瑜市长造成的 他背信高雄市民的约定 跑去选总统 仅仅一小时就好 我们要求很简单 昨天从桃园搭高铁 回来一小时就好 面对议会 把他编的预算 各种的问题 讲清楚 都不愿意 一小时就好 不愿意面对高雄市民 不愿意面对高雄市议会 让副议长这么难堪 让副议长受伤 只是为了韩国瑜一个人 一个人 他要选总统 他要掌握最大的权力 他要发大财 因为他一个人 副议长 国民党议员 你们这样值得吗 我们用身体在互助高雄 你们为了韩国瑜一个人 使用暴力 挥拳打人 用手勒脖子 把人推倒在地 我们 为了高雄市民用身体抵抗 你们为了韩国瑜 一个人 出拳 社会自由公平 我相信 有言在耳 几年前 有议长说 无人家算几世了 跟高雄市民抱歉 我们的努力不够 我们真的选的比较少 但是 我们为了高雄市民的权益 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 我们会全力以赴 拼到底 因为我们重视的是 每一票每票选给我们 希望我们扮演带意识 扮演好角色 帮助高雄市民发声 我们不会暴力 但是 我们却被暴力对待 请市民公平 请市民看清楚 谁在顾市民权益 谁在使用暴力 我也要让主席知道 民进党少数 在议事厅审查 行使这个对抗权 是可以的 但是 你们要护防也可以的 但是 不能用这样子遏制的 暴力的现象 我告诉你收不开 林婉隆议员 要求我在这里帮他发言 说他现在要跟你公公 他脑子又很难呼吸 他只想了一件事 他也是资深议员 他说 我只是在行使我一个地区托付的 一个议员的责任 在行使对韩市长 不列席议会 对抗权站在报告台 为什么国民党的刘德林议员 这么粗暴的 要对一个女性议员 用手抠住她的脖子 让她不能呼吸 为什么这样 把暴力靠到这样 不能呼吸 你把民进党的女性议员 行使民主的价值的 这个行为 把她当成什么 把他抠住的 他不能穿鬼 所以他的烈力没法对抗 然后镜头上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勒住了有没有 勒住 然后又把他一手 推开 就咳在你主席的旁边 那个报告台 都咳在头上 可以这样子吗 国民党要对抗 也可以用这样暴力的 这样方式相像吗 你有看到我给你打不 还有一个更不能原谅的 我们郑孟茹议员 她是新进的女性议员 曾俊杰 整个在打对她的心窟上面 我觉得这样的行为 是我们觉得无法原谅 林婉容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办法原谅 为什么国民党的刘德林议员 要用手背锁住她的喉咙 不让她腐心 然后一手把她摔到地板上去 这一点我希望 透过这个议事厅 刘德议员 应该要跟林婉容 医院公开的道歉 所以今天 我们大概民进党团在这里 把所有 为什么民进党团少数 要在占用主席台 报告台是要让高雄市民知道 今天审查1465的议算 要交付这么重大的任务 韩市长不在列席 少数的议员行使对抗权 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让高雄市民知道 国民党团多数 不善用政党协商 却用暴力对抗 非常的令人遗憾 让高雄市民知道 从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女性议员 在互助主席台的时候 是有男性议员 在对我们动手动脚 那也可以看到 高敏林议员 一开始就被男性议员 这样架开甩开 还有我身边的 黄杰议员 也是一开始就被 这些国民党议员 男性议员 就这样扯出去了 那甚至为了要搬开我 为了要把我拖出去 所有的男性议员使出全力 在对我动手动脚 那我认为今天 在一个民主的 民主的议会殿堂 今天我们行使 只是要韩市长 就是出来交付预算 为什么就这么困难 请假 消假一个小时回来 交付预算很困难吗 今天预算书上面 我们民进党团也提出了 种种的质疑 为什么预算书上面 有三高 一高就是我们的 税出预算 就是历年新高 第二个我们的负债 也创新高 第三个人事费用 也创新高 甚至黄文艺议员 也指出我们预算的分配 也希望韩市长可以解释 那这些问题 我们都希望韩市长 他身为我们高雄市的市长 他并没有辞职 他只是请假 职务上 他还是高雄市的市长 叶匡市副市长 他只是职务代理人 他并不是代理市长 所以我希望 今天能负起政治责任 预算责任的是韩国瑜市长 他应该是要回来议会 交付他所编列的总预算才对 那整个画面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林婉荣议员 一开始也被我们的 刘德林议员 直接勾住脖子 勾住脖子 甚至后来就是 直接把他推出去 摔出去 让我们的林婉荣议员 直接撞到我们的台阶 所以其实这些行为都是 非常的恶劣 我们从头到尾 甚至我们女性议员 也只是在那边 并没有对这些人动手动脚 我们一开始就是只是 待在那一边 站在那边而已 那可以看到这些 男性议员 一开始就是瞄准我们 女性议员 开始动手动脚 尤其是 就那么瘦弱的黄姐 也是就是马上 就是被大家这样嫁出去 所以我希望 影片会说话 可以好好的看清楚 你们这样的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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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哎 哎 你们这样的对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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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對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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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濟 柳濟流選了你們可以聽此戰鬥獎 柳濟流選了 聽聲 聽聲 柳濟流選你們在安盜山上 不要�� 你們真的對嗎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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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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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哎 哎 我想你们也应该都适度表达了你们的意见 一 二 三 三 五 八 三 七 七 Eastern 一 三 八 八 一 三 八 八 八 四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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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前有篇 尹前有宿座市場 尹前有宿座 尹前有宿座 你們認識的同學流學 你們真的對嗎 你們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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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過一人都申不名義 請你們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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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們也應該都適度表達了你們的意見 你們的意見 現在我們要來動家入省 欸 欸 五一流选 你们各位听词 这样的动作啊 五一流选啊 听证 听证 五一流选 你们的安装收上啊 你们的红色流选 你们这样对吗 XVLVLFE 欺负ogi xVLVL FES 我想我们没有爱艺人都申负名义 请你们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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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们也应该都适度表达了你们的意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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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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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看了那麼久的這些畫面重播 我想還有很多媒體朋友 手上還有更多民進黨議員 昨天怎麼樣被暴力攻擊的影像 我們在這邊 就影像來控訴 幾位國民黨籍議員的暴力 包含國民黨的總召 曾俊傑議員 對包含時代力量的黃傑議員的攻擊 還有對我們女性議員的攻擊 高敏玲議員 康玉成議員 鄭孟茹議員 陳惠文議員 都被國民黨籍男性議員 這樣蠻恨的攻擊 最嚴重的 我們剛剛重播 超過20次 劉德林議員把林婉容議員 丟到主席台後 造成他今天腦震盪 畫面非常清楚 我想我們很嚴肅的 在我們總諮詢的時間 來做這個控訴 主謀 就是韓國瑜 不願意對高雄市民負責任 而且還指派國民黨籍議員 攻擊用意識杯葛的民進黨籍議員 我們做最沉痛的指控 最沉痛的遺憾 所以我們今天用禁錯 我們今天用所有的畫面 來告訴高雄市民 也來告訴全國的朋友 韓國瑜 不負責任 國民黨 嗨 本席宣布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支 不贏 雜 sentiment 雜 communicate